我們今天試的車是一台會讓人興奮的小跑車 而且是我入行這麼二十多年來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品牌 它是Alpine Alpine這個品牌從1955年誕生 一開始也是做賽車騎家 後來歸在雷諾集團的麥下 提到Alpine最有名的車型就是A110 A110這輛小跑車 它一開始也是一直在比賽參戰Rally 它在1963年一直到1977年 它的生命週期很長14年 但是真的讓它發光發熱的就兩年 1971年的Mondecaro 跟1973年的Mondecaro Rally 它都是冠軍 那它同時還贏得了1973年的WRC的年度冠軍 所以大方一彩也吸引了更多玩家注意這輛小跑車 那麼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個版本呢 它其實是2017年推出的A110 你可以說它是第二代的A110 但是你也可以說它是為了紀念第一代A110而推出的車型 對我來講啊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成功的樣貌 就是在車壇上你要推出經典的品牌很多 像911 你說992跟初代911像嗎 我覺得神是啦 但我不覺得像 那你說Beatle歷經了三代 那你跟初代Beatle像嗎 說真的那個樣子看起來像 那TT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要達到那種設計元素 那種風格最成功的 就是莫過於這個A110 那初代的A110呢 它的車身尺碼還不到3米9 那現在大一點點4米2 可是它依然保有當初要製作最純粹的運動性跟輕量化 現在這一台A110呢 它的車重也不過才1噸1 所以我們今天試的版本呢 它算是入門的等級 但是也有252匹 在內裝的設計上 它是少數我覺得質感很棒的小跑車 那麼小跑車因為為了要輕量化 通常不會像那種高級GT 有很多的雕飾 它主要就是簡約 提到簡約 當然Lotus 算是在這個領域最簡約 最Hardcore的車型 那麼Pulsa的包括像718啦 你說像Supra也好 甚至GR86也好 它都可以被歸類在小跑車 就連這個Mazda的MX5也算 但是有些車你會覺得又太陽純 塑膠感太重 那麼A110你會發現它的座倉是精緻的喔 像它的門板除了有烤漆以外 當然下段它是有皮革再加上塑膠 但是整個組合你會覺得有設計感 那中控台呢 是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它的中控台的圓形出風口 外面還有碳纖維的四框 而且它上段它是用皮革包覆的 最厲害是它的儀表 我只要切到這個方向盤上面的 SPORT按鍵 它儀表立刻 它會轉換不同的形態 然後整個車也轉性了 就是我不只是降檔 不只是收油 你都會聽到身後傳來的那個咆哮聲 包括波輪吸氣聲 增壓的那種泄壓聲 然後還有尾管的攬爆聲 那比較厲害的是 它雖然是一台法國車 而且我們這一台車它沒有總代理 它等於是貿易商引進的 它的中控台的這個螢幕 它上面是中文顯示幕 這個行車的資訊 你可以透過兩側 就是方向盤後面兩個撥桿 你去調整 你要像看到 渦輪增壓的數值 然後車輛的激勵 這些都看得到 但是它有一些還是霸文顯示 這我就真的看不見了 然後在座椅的部分 這個戰鬥力算是很強 除了零格溫以外 它還有電熱的功能 就是兩段式的電熱功能 但你說這一台小跑車 會不會有實用性 東西要放哪呢 它還真的發揮了很多設計的巧思 因為它是一台中置引擎的小跑車 所以它前面前行李箱 有200公升的容積 那後面還可以放100公升的行李 就像我的小包包就放在後座 而且在座倉它除了有置物網以外呢 它還很巧妙的設計一個置物包 那麼在運動性上面呢 可以說是這一輛小跑車 我覺得最迷人的地方 它的等級很多 因為除了A110它還有A110S 那還有A110R 還有最近推出的派克風賽車版 就是GT4等級的 所以等於這一台車有很多的潛力 那我原本想說 A110不過才252匹 那開起來會不會覺得有點了笑 我這麼說好了 它給我的那一種性能的爆發度 它甚至高過於300匹的入門718 你看 多好玩 怎麼說呢 因為在於車重 就是它的引擎呢 其實是來自於雷諾 Megner的RS 1.8T 四缸渦輪引擎 這具渦輪引擎 你可以說它算是地表最強的1.8 也不為過 那252匹呢 不過是它刻意調降 那扭力呢 也超過了32公斤米 所以我覺得整個表現 是會讓我覺得相當驚嚴的 那再搭配它的Garrett 幫它做的7速DCT的雙離合器的自首拍 你知道它的加速 還有換檔的那個感覺 真的是電光失火 尤其你只要一按方向盤的Sport按鍵 它立即轉性 升檔 降檔 收油 你都可以藉由尾管 提供給你的那種激情度 讓你覺得更亢奮 那整台車輕盈 然後再加上動態表現易於掌控 那因為這台車很小 它的車身長度才4米2 然後它的軸距呢 更2米4而已 它的靈活度也相當的好 那當然它的罩門就是在於 你高速的穩定性會受到影響 但是在纏鬥力上來講呢 我覺得這台小跑車會讓人家覺得過癮的地方 就是它真的很精準 就是會讓你覺得易隨心轉 而且它即使動態變化 它是在你的背脊去感受到那種 極細微的重心轉移 所以你可以很本能很迅速的 去進行掌控跟操控 那它還有一個優點就是 它全身有96%都是用鋁合金打造的 那因為它的側底輕量化呢 在彎道的慣性表現 就是影響上呢 它是相對的比較小 再加上車體的配重 它是前44後56 所以整個重心一樣 就是集中在你的身後 然後再加上你可以感覺到 來自於身後的那個推力 不是特別狂暴 但是你會覺得相當的線性好玩 所以人跟車呢 很本能的就可以融入在一塊 它的輪胎呢 前輪用的是205 40 R18 原本應該是17吋 這台有升級 那後輪呢是235 40 R18 配的是米其林的Pilot Sport 4 面對像今天這種濕滑路面 雖然我覺得它在今天濕滑的路面 又加上落月 你會覺得它的輪胎 I-MING森的那個頻率很高 但是我說這台極限超強 我更期待有機會能夠試駕 A10R或甚至是它的GT版本 相較於它主要的競爭對手 我覺得應該是同樣中置引擎的 718還有Lotus 那麼Lotus呢 包括Evora還有Essige 這些呢都算是它的同級對手 跟718的感覺說真的已經不太像 因為718相對的比較沉重一些些 內裝你會覺得比較像是GT跑車 那這台車的整個調性 我覺得它最直接的對手 應該就是Lotus 在乘坐的舒適性上呢 我覺得它很像Evora 因為Evora它不是完完全全 就是會讓你覺得很Hardcore 以競技為生的車型 在內裝的陳色上 它的實用性比較接近Evora 但是在戰鬥力上呢 它沒有像Essige那麼Hardcore 但是 那個輕盈度跟反應的表現呢 又有點像是Essige 你會覺得它就是一台有樂趣 但是它不是完完全全斯巴達的車型 我覺得它等於 相對的讓人家接受的容許值會是更高 那麼我第一次接觸Alpine這個車型 然後開到A10 我給它的評價相當的高 尤其以360萬元的售價 坦白講 你大概只能買到718的入門版 那麼這一台車呢 我不會覺得它的整體質感 比718出色 在運動性上呢 我覺得它的整個動態的加速表現呢 並沒有比718T要來的更強 但是在操控的戰鬥力 纏鬥力上呢 它比718要來的更高乾一些些 是 為了 還有 都可以